雖然老朋友想要 也想去看別人品牌搶刀票 然後有想說問問你張歌有沒有辦 這樣子欠人家的敵人不在乎 沒有沒有沒有 安若敵啦 女兒嗎 對 好像考試考得不錯 那潘老師給他的一個Promise 就說 衣服你怎麼樣 我就帶你看回來 想不到他女兒竟然搭證 然後潘老師就崩潰了 雖然老朋友想要 也想去看別人品牌搶刀票 然後有想說問問你張歌 這樣子欠人家的敵人不在乎 潘若敵啦 潘大哥也是可憐 其實都是為了孩子 一個人嗎 對 好像考試考得不錯 那潘老師給他的一個Promise 就說 衣服你怎麼樣 我就帶你去看回來的品牌 想不到他女兒竟然搭證 然後潘老師就崩潰了 而且他又是在高雄 對 所以他跟我想說 他不但要買品牌 他還要買3 這樣 因為老婆跟他一起下去 然後我們還在講說 怎麼樣票高雄 後來他們好像買到 這樣恭喜他 他不就很爽 可以看不然 對 那如果黃牛標標標太貴了 我自己的最新 我沒有資格講人家 我喜歡的東西 有時候壓抑要就買下去 說真的 當然你還是要量力而為 但如果說你能力也允許 那這是一個供需問題 不以稀為惠 這就是供需為惠 而且不然被你開良長還搶聖這樣 那你這個沒辦法 那是他們真的有這個人情的事 我也沒有想像 就是玉米之後 可能會成為天團 像Blackpink這樣 本來對他們不是很熟悉 因為各位也知道 我是屬於一個 Super Junior那個年代 還有庫隆那個年代 後來我上了又看那個紀錄片 我還真喜歡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很有魅力 而且我最有印象的是Lisa的興趣 Lisa喜歡逛五桌店 這個事情讓我有點驚訝 我想說 這麼年輕的偶像 有一個老靈魂在心裡 我那時候對他們就掛偶像看 玉米將來要變成Blackpink 還是要變成酷隆 都可以 隨便 你還在氣Selina嗎 沒有啦 後來她有跟我解釋 後來她有跟我說 其實本來一大早 在她的Podcast播出之前 她有心裡跟我們一起的朋友說 結果她睡過了 所以她起來的時候 已經轟轟烈烈了 開玩笑也沒有真的在起 很開心 然後這個禮拜也在提供她一些建議 像我們在那邊有吃一個 膠原蛋白 护皮膚肺 我們經過將近一年的驗證 可以趕快就快遇到她家去 Lisa的狀況是你狀況很OK嗎 她很OK啊 後來我也問她說 喔 那個時候你 你來關切益生菌 是不是為了孩子 她說 Bingo 答對了 應該是說 她有一點 懷孕初期的便利的狀況 所以都跟我推測得差不多 真的很隱晦 可是沒辦法大家都很尊重習俗 所以我恭喜她終於可以大忙的 那你希望她生幾個 還是她有跟你討論到她小生 我是建議她一個就好 我們身邊有一個停文棋 是兩個孩子 昨天Kiki就PO了一個 躺在地上堅持不洗澡的照片 最後是躺在地上洗盤 然後我跟瑟琳她在群組就 哇 這個是什麼狀況 那你就覺得說慢慢來吧